高通连续两代的旗舰梳理器都表现不佳 让大家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对安卓手机没有什么信心 甚至买个旗舰手机都还要担心性能 也是挺糟心的一件事 这不刚进入了2022年的下半年 高通就又进行了迭代 发布了骁龙8加震一 从参数上来看架构和8震一是一样的 只是进一步的拉升了频率 所以最重要的升级点其实是制程工艺 换成了台积电的4nm工艺 我正好拿到了首批的8加震一的手机 还是能够充分发挥芯片性能的游戏手机 腾讯ROG游戏手机6 Pro 参数配置如图 亮点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塞进去了一块高达6000mAh的大电池 作为游戏手机还给配了个MX766的主摄 游戏手机该有的高规格X轴马达 对称式双扬声器 以及游戏肩键等等也都应有尽有 ROG6 Pro这次的包装盒还是挺有意思的 盒子整体是太空舱的形状 打开的过程就像开启舱门一样 仪式感满满 取出手机它的设计语言同样是这种太空舱的风格 由甲板线做点缀 当然都是ROG了 信仰这块肯定也不能少 背面既有灯又有副屏 还可以设置成不同的样式 也可以根据使用场景智能的切换 材质上ROG6 Pro是金属中框和玻璃背板 整机的质感还是不错的 有个比较特别的设计是手机有两个C口 一个在下方 一个在侧面 这样在横卧边充电边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会被充电线割到了 还是个挺方便的设计 另外大家注意 它上下都是这种类似隐藏式听筒扬声器的设计 这样有个好处就是 不管你玩游戏的时候手型如何 声音都不会被挡住 而且别看开孔比较小 这个手机的音质真的是很不错的 立体感很强 它有3.5毫米的耳机孔 也可以方便的戴耳机玩游戏 正面是这种上下带有黑边的5孔设计 所以机身比较细长 实测长度是177毫米 宽77毫米 而且毕竟是游戏手机 厚度和重量相较于常规手机还是要高一些的 厚10.3毫米 重239克 屏幕采用了一块三星E4材料的AMOLED屏幕 分辨率是2448x1080 刷新率最高可以支持到165赫兹 并且可以多档调节 这点还是挺好的 提供了开启低亮度DC调光的按钮 目前的版本只能在60赫兹下开启 总体来说这款屏幕的素质算是主流水平 并且针对游戏玩家还提供了720赫兹的触控采用率 实现更快的触控响应 那么外观部分我们就先简单说到这儿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这个8加震一的实际表现如何 能不能够通过这个制程工艺的升级 做到更低的功耗 以及ROG6作为高端游戏手机调校如何 能发挥怎样的性能上限 那么我们就来详细看看性能部分 8加震一相较于8震一升级为台积电4纳米工艺 各核心的频率也都有一定的提升 官方宣称CPU性能提升10% 能效提升30% 实测跑分很高 安兔兔可以跑到111万 确实比8震一高了10% CPU部分的提升更明显 Geekbench 5的情况也差不多 单核1320分多核4232分 比8震一要高不少 不过有了888和8震一的跑分 大于实际体验的前车之间 大家更在意的肯定还会是实际表现 我的测试温度都是25度 手机开启性能模式 也就是这个X模式 其他的后台程序关闭 亮度200尼特 音量20% 王者荣耀高清120帧模式 这个游戏跑满帧肯定不难 但重点是相比之前的8震一 同样的游戏表现下 功耗从5瓦降低到了4瓦 还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也让人更加期待经典的原神环节 看看这个高负载下它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原神最高画质60帧的模式 据指数是57 标准值大约是58 基本没有降分辨率 使用X模式进行测试 帧率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了 我是在新手草地和蒙德成之间来回的跑图 全程没有出现锁帧的现象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可以保持在60帧 偶尔有掉帧也幅度很小 整体表现很稳定 30分钟的平均帧率是59.6帧 平均功耗6.39瓦 另外我还用均衡模式也测试了一下 虽然不如X模式那么稳定 但是居然也可以保持几乎满帧 功耗还进一步的降低至不到6瓦 我之前测试过表现最好的8帧一手机 也是个游戏手机 据指数是60 稍高于标准值 它的调教策略比较激进 也可以保持满帧59.1 但代价是功耗达到了夸张的8瓦 温度表现方面ROG6 Pro的表面温度也要比8帧一的机器人低不少 而且要知道 大部分使用8帧一这个芯片的手机其实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经常会出现掉帧 甚至比较怂的锁45帧的都逼逼皆是 所以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 就是这个8加帧一相比于8帧一确实进步很大 无论是能效比还是实际性能表现都提升了很多 远比名字上的差距也要大得多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个芯片的实力 我换了个更苛刻的环境 毕竟现在都夏天了 我很好奇在30度的高温环境下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结果让我非常惊讶 玩了30分钟原神居然还是能保持60帧 和25度下的体验几乎没有区别 平均帧率依然是59.6帧 当然机身的温度肯定是会比25度室温的情况下要高 不管怎么说 看来这个ROG6 Pro这次的真的是在散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通过被动散热就可以做到这么好的性能释放 从30度下原神的机身温度图可以看出来 ROG整机的热量非常均匀 做到这样的表现不仅要有大面积的均热板 还要有更好的导热性能来传递热量 ROG6 Pro把CPU放在了中间的位置 而且升级了导热材料 从实际的表现上来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ROG6 Pro作为游戏手机 除了在性能的散热上做了提升之外 也针对游戏做了不少的功能 系统的主题直接就叫信仰之眼 是这种电竞风的 点击下面中间的这个按钮就可以进入控制台 可以查看硬件的状态 性能模式叫做X模式 选择以后桌面的信仰之眼就会变成红色 应用图标也都会套上一层红圈 控制台下滑以后可以看到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编辑背面的灯效和复屏显示的内容 在各种场景下也都可以显示不同的模式 甚至还能和其他的设备做灯光同步 这点ROG的老用户应该很熟悉了 除了信仰灯效之外 尖键也是游戏手机很重要的一环 ROG6 Pro采用的是这种触摸式的 Air Trigger超声波尖键 做成触摸式的就可以实现更丰富的操作 比如说同一侧的尖键都可以分成两个独立的小键 还可以通过滑动来操作尖键等等 而X轴马达也为这样的触摸式尖键 提供了很不错的反馈手感 我对尖键感知比较明显的是玩FPS游戏的时候 可以把左右的尖键设置成开镜和开枪 这样开镜瞄准射击就能一气呵成 不注意手指按来按去手忙脚乱 在游戏大厅里还可以对每个游戏做单独的设置 性能模式刷新率出空采样率都是可以单独调的 对于尖键的设置也会保存在游戏设置档里 不过这个音量调的设计我实在想吐槽一下 改变音量的时候它是这么动的 可能它占了20%的面积的时候 音量只有10%真的很难判断这到底是多大音量 总的来说ROG针对游戏做的这套系统 我使用下来感受还是不错的 控制台的功能丰富并且逻辑清晰 上手也比较容易 而且通过前面的实测 性能的调度也确实非常好 对了ROG6 Pro还配套出了一个酷冷风扇6 可以很方便的直接插到中间的接口里 这么吹着玩 接上风扇以后 X模式还会变成X加模式 应该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性能 不过其实这手机不接风扇的时候就已经很强了 基本也到极限了 风扇的作用主要就是降温了 前面的30度高温测试中游戏表现很好 但是机身的温度还是有些烫手的 加上了散热风扇以后 核心温度直接从48.5度降到了43.5度 并且这个风扇也是做的信仰十足 灯效拉满了 还可以根据手机的状态做灯光同步 拍照部分从来都不是游戏手机的侧重像 甚至很多游戏手机都是故意降低摄像头的规格来控制成本 这次ROG6 Pro采用了比较万斤油的IMX766作为主摄 不过没有光学防抖 副摄像头是一个广角和500万的微距镜头 不过我们还是重点看主摄吧 白天的实际样张 个人感觉表现还是不错的 整体的风格是那种比较还原真实的 并没有像其他安卓手机那样刻意的增加饱和度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风格的 毕竟想要色彩夸张 我可以自己后期调 或者用第三方的相机 人像的表现同样是这种比较接近真实的风格 就连前置镜头美颜都不是默认开启的 打开美颜以后会发现 这个效果比较像是单纯的磨皮 并没有其他的优化 逆光人像表现也不错 人物的脸部比较亮 但是在这种光比特别大的极限场景下 这台手机的算法比较吃力 人脸和背景没有办法保证全都有不错的亮度 要么是人脸黑 要么是背景过曝 夜晚的场景没有像其他安卓手机那样 努力的提高亮度 而是尽量保证和肉眼看到的观感接近 这样其实也有好处 整体画面看起来会比较干净 即便像这样有灯香的场景 高光压制的表现也还是很不错的 总的来看 这台手机的拍照部分还是不错的 由于硬件规格还不错 也没有拼命的给自己加戏 所以优点就是画面干净真实 缺点就是算法相对比较少 电池方面 ROG6 Pro采用的是6000mAh加65W的组合 我刚看到这个组合的时候 还想着这么大的电池配65W 会不会充电太慢了 结果一测这个65W还真的算得上是满血65W了 实测5分钟冲入21% 15分钟冲入48% 后续的充电也比较稳定 30分钟冲到82% 完全充满则用时40分钟 考虑到它6000mAh的容量 这个速度真的很快了 按照现在流行的标注方式 其实标80W都是没问题的 8加震一的能效比有所提升 再加上这么大的电池 续航也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了 刷短视频一小时 仅耗电6% 拍摄4G30帧的视频一小时也就耗了15% 王者荣耀120帧模式 玩一小时耗电17% 最后来总结一下 说实话 这次腾讯ROG游戏手机6 Pro 和高通骁龙8加震一 都给我带来不小的惊喜 我对这个年终的小改款 其实预期并不高 结果实测发现 这个8加震一的实际提升 还真挺明显的 起码可以当做个正常的旗舰芯片了 这也应该是高通旗舰 早该有的样子 早这么改多好 8加震一这样的表现 也让我对之后的安卓市场 多了一些希望 ROG6 Pro的整体完成度 我感觉还是很高的 不仅仅是散热 大电池 尖键等硬件上的堆料很足 在软件上的调教 也做得很出色 芯片的实际表现 肯定也离不开优秀的性能调教 性能控制台 以及一系列 针对游戏的进阶功能 也都做得很不错 当然了 我猜它的价格 肯定是不便宜的 手机整体 也确实比较大 大家购买前也还是需要考虑清楚自己的需求和预算 如果你预算充足 又想要一款玩游戏特别爽的手机 那么ROG6真的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还请帮忙点赞评论转发什么的 也欢迎来各大平台关注我 ID都是BONJO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